仁爱礁事件过去有一段时间了 但菲律宾似乎还没从此事回过神来 经过仔细复盘后 菲律宾武装部队发言人提出疑问 为何中国海警船总是能在菲律宾船只 准备向马德雷山号进行补给任务时 精准地拦截菲律宾船只呢 难道菲律宾海警里有中国的线人吗 为了论证自己的推测 菲律宾武装部队发言人特地提到了 参与拦截菲律宾船只的六艘中国海警船 他表示这六艘中国海警船 原本都没有驻扎在仁爱礁周边 而是分别部署在美济礁 黄岩岛 中叶岛 主币礁等地 但在菲律宾船只准备进行补给任务前 这几艘中国海警船就已经提前在仁爱礁周边完成了集结 最后阻止菲律宾的补给任务 等到拦截成功后 又返回了所属海域 特别是近几个月来 类似的事件已经发生了几回 中国海警每回都能及时阻止菲律宾船只在南海的行动 对此 菲律宾武装部队发言人认为 菲律宾海警船的动向早已被中国提前掌握 甚至是在菲律宾准备向马德雷山号进行补给的准备工作阶段 中国都能提前知晓 由于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所以菲律宾军方只能认为 是不是自己内部出现了内鬼 前阵子菲律宾参谋长要求拆除飞方军营里由中国企业建设的手机信号塔 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 中国海警船的敏锐反应 让菲律宾军方开始怀疑出现内鬼 亦或使中国通过某种途径提前得知了消息 然而 事实真如菲律宾军方所猜测的那般吗 其实不然 要解释这个原因也很简单 首先是因为我们在南海建立的实控体系在发挥作用 很早之前 我们就已经在美极礁完成了部署 这里距离仁爱礁仅有26海里 而菲律宾就不一样了 菲律宾海警船停靠的港口 主要位于巴拉望岛的公主港 此处距离仁爱礁至少有200公里 而且基地面向苏陆海 想要前往仁爱礁 还得绕一个大圈 因此我们完全有足够的时间 在菲律宾海警船赶到仁爱礁之前 完成对仁爱礁周边的部署 其次 我们在南海上还有着完善的监控系统 远程无人侦察机 巡逻船 预警雷达以及卫星系统都在发挥作用 中方可以快速掌握菲律宾船只 在南海上的动向 并且还能通过菲律宾船只的航线方向 来判断菲律宾的计划是什么 以及他们下一步的动作 菲律宾查内鬼的反应还是慢了半拍 在中国海警发布的通告里就已经表示 在中方获悉了菲律宾将对仁爱礁进行新一轮补给任务后 我们就已经通过多种渠道 在多个层级向菲律宾提出了交涉 要求菲方不得擅闯仁爱礁 不得携带大规模加固维修的违规建材运至马德雷山号 然而菲律宾还是抱有侥幸心理 打着人道主义运输物资的旗号 夹带私货企图加固维修马德雷山号 所以才遭到了中国海警船的合法拦截 如今菲律宾仍不知悔改 不仅表示将要在南海上增加菲律宾的军事存在感 还放话称即便是通过空投的方式 也要对马德雷山号进行新一轮的补给任务 只不过解放军也不是吃素的 我们不会轻易让菲律宾得逞 无论是在海上还是空中 中国的优势都大于菲律宾 我们已经建立了完善的警戒巡航体系 例如无人侦察机 空中巡逻机等都会全天候地监视南海空中情况 持续进行巡航南海空中有任何风吹草动 我们都能第一时间获悉 再加上美机胶停放的解放军战机 不用五分钟的时间就能快速地飞到仁爱胶上空 处理应对想要侵犯我们领土主权的任何行为 而菲律宾想要进行空投补给仁爱胶 只能使用EH和O109这两种中型直升机 但这类直升机运输能力有限 无法执行菲律宾想要的空运任务 因为搁浅在仁爱胶上的马德雷山号 经过风吹雨打已经老就不堪 无法让这两种直升机完成降落 只能低飞悬停后往海里扔物资 这就大大限制了补给品的范围 因此在中国的绝对优势面前 菲律宾想要在仁爱胶上进行非法空投 也基本没有机会 任何努力都是徒劳 解决南海问题只有一条路可走 那就是坐下与中方好好磋商 菲律宾应当认识到 自己本来就没有优势和实力 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硬碰硬 我们已经向菲律宾抛出了橄榄枝 为解决南海问题留了余地 可若是菲律宾仍执意在南海问题上 向中国展现强硬 甚至是盲目地拉入域外势力 给自己撑腰 那么只会导致南海问题的 可回旋余地越来越小 我们完全有实力捍卫 我们在南海上的利益 最后得不偿失的 也只会是菲律宾 关注我 了解更多国际时事 感谢观看